男人拿出黑丝 慢慢靠近船头的女孩 接着钻出胸衣 猥琐地贴在胸前 见女孩拒绝 只得寄出圆珠笔 之所以那么殷勤 就是为了何其鼓掌 我姨妈说啊 第一次很贵的 要值一百块耶 你有吗 你有吗 女孩压根想不到 男人们是准备强垦猪体 在她慌忙逃窜时 被对方抓住伤了的巴掌 只得无奈接受粗暴的诋毁 经历了这场噩梦 谁为整天都变得浑浑噩噩 但面对表妹的关心时 还是依旧露出了笑容 她的家庭极其窘迫 父亲打鱼时不幸失去左手 全家的开支 都指望母亲在船头的交易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着实是寒酸不已 这天村里来了的衣着光鲜的女人 引得旁人都拥在身旁 梦露作为湾仔一方小世界的意境 在老外的宠爱下 可谓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而她此次回家 就是为了招兵买马 来巩固其第三产业 谁为的父母得知消息后 欲想为女儿谋个出路 去了也许能出人头地 不去就只能一辈子怨天尤人 当然这个极好的机会 村中女孩都想分一杯羹 但凡得到梦露的一块口香糖 便能够得到出头露面的机会 谁为凭借交好的面容 拿下最后一条 可一旁的表妹却落了空 因此晚上睡觉时 即使谁为反复挠表妹养养肉 对方都依旧不理自己 在母亲缓和了两人的关系后 谁为一不做二不休 半夜爬上了梦露的船头 声称自己从小和表妹亲力无间 如今表妹失去机会 自己也不想要 真诚的话语似乎打动梦露的心 让对方总算松了口 自己既不用走 表妹也可以加入进来 被选中的女孩次日就乘着货车动身 虽知此形式出卖自己身体 但面对新世界的荣光时 出入人世的女孩依旧觉得无比憧憬 听到老外不怀好意的喇叭声 还会调皮地做个鬼脸 女孩们一到夜总会 就被老人们不断嘲讽 因为在灯火酒绿的霓虹灯下 长期被太阳暴晒的船家女 更显得皮肤黑黄脚板宽大 谁为在此情况下还会自嘲 当伙伴想去厕所时 还调侃自己不就是公共厕所吗 不过要想在行业立足 导师的选择远比心态更重要 几人被安排给月人无数的小淋浴 他劝女孩们趁早回去钓鱼 免得到时候吃不消 小小姐 我们捕鱼捉鱼网鱼打鱼 我们不钓鱼的 真好玩 没规矩 因为这个响亮的耳光 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女孩喝下邪恶药水 接着拿铁丝蘸酒精 用火柴烧得滚烫 在镜前沉思许久 她慢慢坐进了浴盆 将铁丝伸入了下体 随着一声刺骨的尖叫 身下的洗澡水被染了一层血红 而她所做的一切 全是为了毁掉自己的主 因为身为失足少女的水尾 一旦怀孕就没了工作 没了工作就没法生活 对于同事稀松平常的事 对于她来说却经过了艰难抉择 当初水尾为了赚得半精力 被引荐给前辈小淋浴进行学习 看到对方恶魔多姿的扭动身体 便会立马提提肚皮 学着唐老鸭进行摇摆 女孩会通过舌尖顶葡萄锻炼灵活力 可水尾却觉得越寒越好事 属实是吃货无疑了 将几句英语学得滚瓜烂熟后 就有了接待老外的出击资格 这天女孩们化妆时 一个男人却偷偷地窥视着一切 水尾不像伙伴们般微微缩缩 反倒还拿出口红 隔着屏风为妻涂上了大横唇 看那个样子 像不像娘娘腔 而男人压根不是陌生人 简直可以说是小淋浴的情愿 两人亲力无间的态度 简直令人老脸一红 好奇的水尾在快餐店老板那一打听 才知男人名叫杰米 母亲等其老外父亲好几年无补 就在一天将其交给了小淋浴 自己去跳海自杀了 因此小淋浴就占了几米 就像寡妇爸的独子一样 吉米抱怨要是找到父亲 指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这时水尾突然义正言辞地说 让其不准打爸爸 再怎么差劲爸爸也是不能打的 没得到认同的吉米 瞬间变得怒发冲冠 还嘲讽起水尾的职业来 你天生吃晚饭 没出息 你你你你 发送 每晚灯红酒绿升起 杰米便会抓住机会 拿着照片询问父亲的下落 经过百般努力总算找到熟人 可小淋浴怎会让他顺遂 二话不说就把住了吉米 在吉米愤怒地离开后 一旁的水尾恰巧听到了那个名字 于是立马追了出去 可因为先前的冲突 杰米怎也不肯搭理 而这会儿一伙仇家也找到了他 水尾健壮立马跑到警局 千军一发之时 他带着一个胖警察出现 为吉米解了威 救命之恩的缘故 让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甚至随着时间退一更深一层 发展成了一对恋人 使得水尾不得不打掉孩子 本以为巨大的牺牲能换来真爱 可杰米接到了领事馆的电话 即将去寻找父亲 小凌玉也发现了吉米身上的纹身 玉想抓住破坏自己爱情的凶手 女人发现情人变心 身上竟多了一个纹身 更令她想不到的是 一向温顺的情人 居然威胁自己要一刀两断 她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立马就挨得巴下女孩的吊带 玉想找出这对禁忌之恋 水尾看到后劲主动脱下衣服 露出了胸上的纹身 面对怒发冲冠的小凌玉 她也展示出自己的逆临 而水尾很快为冲动付了代价 对于这个灰色行业来说 一家不要家家不要 但她却不以为意 去街上卖难道不行吗 反正自己有青春有热情 水尾没想到从前的熟客 在她没了平台以后 全都表现得必由不及 弄得其受到了前同事的嘲笑 本以为做出巨大的牺牲 杰米能对自己多一份关爱 可对方因为找到了自己爸爸 即将前往美国过好生活 还劝其回到原先工作的地方 因为他们注定不是同一类人 杰米的无情 令水尾心中最后的支柱轰然倒塌 为了今后的日子 她不得不乘船去到另一个地方 徘徊在街头做着小生意 也让其成了警局的常客 三番五次的进攻 竟让其有了自己的人脉 她召集了所有姐妹 以汽水垫的噱头兴起炉灶 面对来收保护费的混混 她都是尽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 但喂饱了狼还有虎 一旦她不想花钱消灾 就免不了受到一顿惨无人道的殴打 如今身体抱养 还有一大堆姐妹等着吃饭 她只得去找到大姐大王英 希望对方做自己的靠山 凭着独特的精力 加上五五分成的条件 两人终于达成了共识 也因为王英的庇护 所有小混混权都老实了下来 很快以美发电为掩护的灰色产业 在各类宣传媒介的加持下创立了起来 水尾也因此越做越强 还收上了自己的小徒弟 可她还不满足 回到湾仔胎了个超大的夜粉会 想好好地争一口气 虽然前妻发展得顺风顺水 但自从老外回过后 整个行业陷入了低迷 小淋浴也成了风前残煮苟延残喘 水尾放弃了过去的嫌喜 还帮其捡起了指甲 唯一令水尾感到欣喜的 便是杰米从美国回来了 她和前妻离婚后 准备来为孩子找个母亲 水尾本以为能再续前院 可杰米居然看上了自己的徒弟 到头来不仅没找到男人 还当了一回院中 似乎是对她当初背弃世门的惩罚 且枪打出头鸟 顺踪顺水的夜总会被人寄予 大姐大王因为维护场子 竟拿着刀剁了小混混的手 而自己也付出了一只耳朵的代价 失足少女水尾波兰的一生 也因此被划上了句点